钟佳心晒一双儿女拜年照,网友,和爸爸一个模字印出来 钟佳心晒一双儿女拜年照,网友,和爸爸一个模字印出来 高能一辈子,戏今日投票签约作者,此文为高能一辈子原创,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 转载请后台联系,但欢迎你们转发到朋友圈 近日,远在温哥华的钟佳心在社交网站晒一双儿女拜年照给大家祝福 照片中,她两岁半大女Kelly穿着一身红装,羞涩一笑,非常秀气 而她的儿子Jerd穿上糖装,胖嘟嘟的脸笑起来非常可爱 姐弟俩的合照更是萌化了 不少网友感叹,她丈夫的基因也太强大了,孩子完全像爸爸 姐弟俩的合照更是萌化了,也不仅仅是中国香港女演员,歌手 姐弟俩的合照 不仅仅是中国香港女演员,歌手 她参选国际华裔小姐竞选获得冠军后签约TVB而出道 出道后,他凭借《皆大欢喜》,随时后命,《唐新风暴》等片成为TVB人系《小花旦》。 出道后,钟嘉欣一直都是《乖乖女》,绯闻很少,他曾与林峰、吴卓希传出过绯闻。 2007年,钟嘉欣与舞打明星吴允龙合作电影《十分爱相识并相恋》,2015年两人分手,八年情段。 同年,钟嘉欣在温哥华认识长自己13岁的开有几一诊所的急骨治疗师Jeremy,12月25日与Jeremy在温哥华医教堂注册。 2016年2月28日,两人在加拿大温哥华办婚礼。 雖然她丈夫Jeremy是急骨治疗师,但当时还有媒体表示她丈夫还有另一层身份。 雖然她丈夫Jeremy是急骨治疗师,但当时还有媒体表示她丈夫还有另一层身份。 5月,钟嘉欣微博自曝怀孕。 5月,钟嘉欣微博自曝怀孕。 6月,钟嘉欣在温哥华产下一女。 6月,钟嘉欣婚后,钟嘉欣一直在丈夫恩爱有加。 6月,钟嘉欣被网友偶遇也都是丈夫抱孩子,拿物品。 6月,钟嘉欣在渡怀孕后,也非常幸福地与粉丝一同分享喜悦。 6月,钟嘉欣婚后,也非常幸福地与粉丝一同分享喜悦。 6月,钟嘉欣对比。 6月,钟嘉欣小时候的照片,她的两个孩子还是更像爸爸一些。 6月,钟嘉欣的丈夫基因强大了。 6月,钟嘉欣不过不止是钟嘉欣一家,娱乐圈不少港台女星丈夫的基因也非常强。 6月,钟嘉欣在遇到行李前,林青霞曾与秦翰展开了一段虐恋。 7月,钟嘉欣和秦翰分手后,非常孤单。 她在偶像来了节目中,自曝自己最孤独的时候,便是在香港拍戏的时候。 。 那时的她特别想有个家有个依靠,尤其是在跟行李。 结婚的前半年。 。 机缘巧合下,她遇到了行李。 。 行李。 让她很有安全感,因此两个人只认识半年就结婚了。 当时行李。 与前妻已经育有一位女儿。 。 1996年1月2日,林青霞淡霞长女型爱琳,当时年届42岁的她已是高龄产妇,为安全住享,采用全身麻醉方式抠腹产女。 。 46岁时她生下次女型严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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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青霞的孩子,张相更随丈夫行礼。 李立珍当年惊艳了很多人,是不少男生梦中情人。 李立珍与音乐创作人许愿在1996年结婚,1998年诞嫁女儿许以荣。 可惜婚姻只维持四年便离婚收场,女儿的抚养权归李立珍。 虽然父母已经离婚,但是许以荣和爸爸妈妈关系都很好。 她的女儿其实也很好看,不过更像爸爸一些。 2010年9月,黎姿与残疾富豪马亭强结婚。 2010年7月,在香港加诺撒医院偷富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婴。 2012年10月8日,黎姿在山顶加诺撒医院偷富再产下一女。 她的女儿也是更像马亭强一些。 2015年1月15日晚19时,黑人和范范先后发微博,公布双胞范为其一家胎儿子诞生,双胞胎取名玄妃和玄祥。 两个小家伙伙和黑人简直从一个母字印出来一样,现在已经是小帅哥了。 提问,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谁和腹背宛弱复制粘体呢? 座有深度的心灵SPA和有格调的故事。喜欢请分享哦。 么么哒。 一姐换新logo卡。各位闺蜜认准正版。 都市男女的心灵SPA。 都市男女的心灵SPA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